新闻来源 金融邮报 刚刚 加拿大央行宣布将隔夜利率目标上调至4.75% 银行利率为5% 存款利率为4.75% 央行还在继续实施量化紧缩政策 楼市刚复苏 右线波动 两大因素影响加拿大人买卖房屋计划 虽然现在楼市开始再次升温 但民调显示 大部分加拿大人还在等着降息再入市 据Financial Post报道 BMO银行最近做的一项民调报告显示 人们对于利率和通胀以及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仍然有顾虑 这影响到了加拿大人买房的方式 房价在今年4月开始再次回升 销量也上涨11.3% 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 但是 在高房价 更高利率等的综合影响下 已经导致房屋可负担能力达到30多年的最差情况 报告指出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市场 买家们正盯着利率 BMO的个人借贷 与房产金融产品负责人 Hausen-Turnia在新闻稿中表示 无论何时 买家们正计划购房 最重要的是 他们在开始购房旅程的时候 清楚了解自己的预算和承受能力 这份调查时在6月5日公布 他发现超过2%或68%的加拿大人 等着利率降低在买房 大约一半的人因担心经济局势 而推迟买房计划 还有20%的人已经不再确定 自己是否能买到房 同时 大部分加拿大人认为 自己的买房能力远不如父母被 超过70%的18-24岁受房者 有这种想法 69%的25-34岁人士认同 而35-44岁之间的人中 有65%的比例持相同观点 近期的利率已经影响了 人们的搬家决定 18%的人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 和波动性而暂缓计划 不过CIBC在同一天公布的 调查结果有些不同 虽然人们对住房可负担性 感到担忧 但加拿大人仍然已成为屋主 作为人生重要目标 和自豪的一大部分来源 现在有66%的屋主 近期不打算搬家 或可能会在同一个地方住更长时间 这份报告显示 31%的受房者表示 他们会永远住在这个房子里 40%的人表示 他们会在经济局势稳定的时候 考虑卖房 一些屋主对自己购房的时机 表示后悔 37%的人 希望自己在利率更低的时候买房 还有30%的人 希望自己在近期市场高峰的时候 能把房子卖掉 这份报告还显示 63%有孩子的受房者表示 计划有一天 能帮助他们的孩子支付购房首付 还有79%的人表示 担心将来孩子的购房可负担性 许多加拿大人承认 孩子们可能很难成为屋主 除非他们获得了首付的帮助 CIBC金融与投资顾问部 副总Carissa Lucreziano表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Hope